玉礼武德宫庆祝观音佛祖圣诞 举办祝寿活动 同时结合了传统文化 并且玉礼黑虎会也前往祝寿 场面十分热热 民众准备堆积如山的鞭炮 等虎爷神教一到就在教底施放 俗称虎爷吃炮 目的是祈求保佑越炸越发 火焰弥漫的情况相当震撼 吸引许多民众高举相机抢拍画面 这是玉礼黑虎爷 特别前往玉礼武德宫庆祝观音佛祖圣诞 观世音菩萨是台湾信仰中 最受民众崇拜的神举之一 观音菩萨生日这天 也就是农历2月19 国立是3月28日 更是向观世音菩萨 祈求平安顺遂的重要吉日 玉礼武德宫也特别办理 庆祝观音佛祖圣诞 在台湾观世音菩萨因为有着慈悲度势 救苦救难的形象 也常常被亲切的昵称为观音妈 另外玉礼武德公主刘兴隆 表示非常的感谢这一次玉礼黑虎会 黑虎爷特地号召信众共同来参与 记住高雄双语正采访报道